也是最新消息 行政院历史长林一世遭到媒体指控他收贿 林一世在昨天晚间两次出面 请出三位证人捍卫他的清白 澄清跟爆料人陈启祥只是单纯的选民服务 绝对没有金钱往来 甚至连政治现金都没有收过 他昨天晚间也对一周刊和陈启祥提出了诽谤告诉 并且呼吁特征组 尽速用最严格的标准来查办 欢他清白 捍卫清白行政院秘书长林一世三度自清否认所会 并大动作提告对一周刊与因为多项环保违规 遭到停工的爆料人陈启祥提出诽谤告诉 我希望特征组尽全力 最严格最快速能够还我们一个清白 专门的服务 来变成到今天 我真来非常艰苦 我也对我们委员非常艰苦 两年前林一世基于选民博物 在郭信友人请脱下 与帝永负责任陈启祥会面 里面媒体所看出的这张同行画面 则是去年庆贺中联新董座上任时遭人拍下 陈启祥为何而来 他并不知情 只有恭贺 谈宣绝对没有谈论其他任何的事项 短短十分钟不到来 我就陪委员嘛 离开了 当时全城陪同的中刚联络人为林一世作证 同时他也质疑为何违规 遭到停工的帝永一夕之间 突然让高雄市政府同意复工 紧接着27号一周刊爆料 林一世嘲讽如果3月10号真的跟陈启祥翻脸 没道理12号 李永还能够获得中刚合约 比利不合爆料疑点重重 也传出阴谋论 李永还能够获得中央